你 你真会开车 当然 刚拿的驾照 合法的 怎么想到去考驾照了 我就想着万一 有像今天这种情况 你喝酒了 我有驾照啊 以备不时之驱马 安全带 好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了啊 开火了 然后离合手势 我这是自动挡的车 没有离合 明白 自动挡 左边是刹车 右边是油门 别弄错了 我知道 我当时都一次性过的 我 我知道这些 考驾照也是学霸的 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了 我开车不能说话的 必须很专心 我开了 可是不说话 你问什么 慢慢开车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干吗 你干吗 报警 叫代驾 不不 你不用叫代驾的 我都说了我可以开车的 刚才是是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 我说了你别跟我说话 我开车必须专心 一跟我说话我就会 我会精力不行 我一一跟我说话 我刚快就差点撞上了 你开吧 我把命都给你 可以吗 这次真的别跟我说话了 导航会看吗 嗯 你买车了我先走过 好想在梦里遇见你 你的眼睛像闪亮星星 速度不要超过四十卖啊 不行的 标准速度六十卖 我们教练说的 那我看看 小姐 你会不会开车啊 不会开车 别上路 明明没挡他路 干吗寻我 别着急 别着急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带你去宇宙 我又给你所有最好的 轻轻说声 我爱你 一起走 一起走 把你拥抱在海中 牵着手 牵着手 我会不拥抱 你慢慢往后倒 可以打盘子了 盘子打死 对 我现在在一楼呢 你赶紧过来跟我停个车 哪儿那么多废话 你下轮就下来 快点 不是 你打早了 你看他盘 你盘子打太多了 你先往前 先往前 我先往前 往前我走 先把车往前面开 前面开不是这个前面 是刚才那个前面 现在挂 挂尔挡 挂道的 然后把方向盘往右打 打死 然后开始松 松油门 开始松 松沙 车往后倒 对 往后倒 往后倒 打早了 对 你倒错位置了 来来来 先停下来 先停下来 挂着挡 挂着挡 往前走的挡 老大 老大 什么事啊 谁在开车 大嫂 赶紧去把车停 那车位置了 不是 老大 你自己不会停啊 我这跟女朋友视频啊 让你去你就去 我喝了酒开不了车 大嫂 大嫂 我来吧 我来吧 行 行 行 我这 我不知道怎么今天 技术突然就 我在考试的时候 测房停车 我当时是满分 一笑就进去了 教官当时都夸我呢 我这 这是倒车入库 这不是测房停车 差不多吧 你笑什么呀 没什么呀 是不是想到 上次她胃出血的事了 什么胃出血啊 不知道你说什么 装傻 那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好尴尬 能不能别提了 老大 妥吗 妥了 回去吧 我那是专业的 老大 大嫂 听说你们要结婚了 你说的 谁说的 九七吗 害什么凶啊 结婚可是大喜事啊 兄弟们给你们准备了个大礼 大礼 回去吧 一会儿叫上车送她回去 那个 大嫂再见啊 结婚 你想好了 你要是着急结婚 我们赶紧就把事给办了 不着急 我一点儿 我一点儿都不着急 那就等总决赛结束之后吧 让我想想 怎么对付你爸妈 我爸妈那一关 确实还挺难 挺难过的 看来她是下定决心了 看来她是下定决心了 我爸妈 那一关确实还挺难过的 你先随便坐一会儿 我让姑娘她去叫车了 回宿舍的话晚一些 应该没事吧 她会不会没钱办婚礼啊 所有人都给她压力 她还得跟我爸妈这一关 那她负担会有多大 小鱿鱼呢 她应该跑到下面书房就玩了吧 她应该跑到下面书房就玩了吧 小鱿鱼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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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这些人平常训练呢比较压抑 这一有风吹草动就一传实实传百 比较八卦 你别往心里去 是他们传的呀 我还以为是你 没什么 他们他们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我不会理他们的 我比较在意的是你怎么想的 那你去 怎么了 那个 现在太晚了 一时半会儿叫不到车 要不然我开车送她嫂吧 没事 一会儿我来叫 你去休息吧 好的 那你觉得我在想什么呢 你现在是不是没钱了 我知道战队需要钱 你招进爸福又需要钱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结婚的话 肯定还是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你是觉得我没钱了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是吗 我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不想让你压力那么大 所以我不希望你对我有 任何的隐瞒跟勉强 那你现在有什么隐瞒和勉强吗 我没有啊 你还是没理解我刚才说的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我们之间 可是郑辉住进你家 你不是也没告诉我吗 我 我当时怕我跟你说完以后 你会担心跟生气嘛 所以我就没敢告诉你 所以其实你也有不了解我的地方 不是吗 那你也不是很了解我呀 上次去你家爷爷在的时候 我根本不能吃芒果 我对芒果过敏 结果把那盘芒果还是给吃了 那你干吗要勉强吃芒果呢 因为是你给我消的呀 我吃完那盘芒果我很开心啊 我就没想着我过敏了 你自己刚才说要坦诚相待 你不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你不能吃芒果呢 我是没跟你说 那那件事算我错了行吧 可是我是个小女孩 那有的事情不是说 都得我告诉你的呀 那爱一个人 不是就应该去观察吗 那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应该去观察我呀 所以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 如果你了解我的话 你就会知道我吃芒果过敏 我喜欢吃草莓 我不在意你有没有钱 我只在意你的未来有没有我 我喜欢谋物话不说的样子 我不喜欢你这样想东想西 好好好 我们先不要吵下去了好不好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 先冷静一下好吗 冷静一下 但是我还没有说完呢 我一定是听到要结婚紧张了 他明明就对我很认真啊 我已经很喜欢他 对他很满意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找他 算了算了 还让他情绪缓缓 别去吵他了 我是不是猪头 我为什么又说这些话